今天是我婆婆住院的第三天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输出水 再做做别的治疗 比如说针刺什么的 它主要是心理失常 然后什么缺血 心缺血 因为是乡里的医院 可以回家 就是输完水就可以回家了 她不喜欢住院 她不想一个人住在这边 因为这里就一张床 然后我也没地方睡 我就说要不让她一个人在这里吧 然后她说不行 她要跟我一起回去 妈 七人节爸给你赚了多少钱 赚五块了 我是赚五块 医生说我婆婆要记心了 刺激的失误 挂完水你感觉身体啥 跌劲了 头还疼不疼 头还是疼 晕不晕 那你呼吸还困难不困难 不困难 舒服多了是吧 还有四天 她要挂四天 然后因为她太胖了 可能是肥胖过度 引起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也要记肉 就是少吃肉 肉这一类的东西 等会问一下她想吃什么 等会带她出去吃 我们已经挂完两瓶了 还剩下半瓶 看人家也是刚挂完 挂完然后就准备回去了 我妈跟这个病房的人相处还挺好的 奶奶你明年还累了 不累了 不累了 今天四天吃 那可没 那多没 花多少钱 才花100块钱 还要保销呢 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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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也花不了多 保销八九十了 所以说你不要担心 这瓶下完没有了 这几点了 两三点了吧 该吃饭了吧 对啊 该吃饭了 咱们中午都没有吃饭了 那你想吃啥呢 吃猪铁的 医生说你不能吃太油腻的食物 要吃大盘鸡的 大盘鸡也是肉啊 里头很辣的 辣吃了 大啥都不容易吃 我妈生气了 看了一个吃货 你让他不能吃肉 不能吃那啥 妈你这眼神好可怕 行啦行啦 不要这样子 那我偷偷的给你买个鸡腿 行 就一个不能吃多 要是让奶奶 让爸知道了 又要说我了 行吗 带带 很厚 啊 不让你吃就打他们 我妈是这个病房里最胖的人 妈 你真的该减肥了 减肥 你看你肚子大了 你看这两边这里哪有你那么胖的人 主要是我妈脸小 然后显得她感觉她很瘦的样子 实际上她肉特别多 确实很胖 肚子很大 扎了 又转5块钱 就转5块2是吗 嗯 这你刚刚已经跟我说过了 给你转 你是不是跟她说让你让她转52块她没转 没有 回家的大塔 大塔 她那老胳膊老腿的筋得住你打 别了别了 这瓶水下完我们就能回家了 因为是乡里嘛 是吧 所以说比较自由一点 嗯 那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记得点赞评论观众转发哦 我先出去给她买一个鸡腿吃吃 再见